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妻子名下土地高价出租给文化大学当学生宿舍,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维军今天表示, 侯友宜口口声声说要追求居住安全,身为地主以及建物拥有者,不应该规避责任, 也该说明当初为何罔顾学生住所安全而做出如此规划, 侯友宜夫妇出资兴建出租给的文大当宿舍的大群楼, 原本是两人一室,但校方为了平衡土地租金,改为四人一室, 黄维军说,身为一个以安居乐业当竞选口号的市长候选人, 明知特住二不能做宿舍,仍去申请了99个门牌, 并于2011年几经担任新北市副市长后,仍租给文化大学违规使用。 此外,黄维军也指出,出租契约上载明每年可固定占租5%, 侯友宜身为年赚2000多万的大房东,怎么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前二进? 他呼吁侯友宜,不要一推再推,应诚实面对问题, 别让相对弱势的学生因侯友宜自己的利益而陷入居住风险之中。